BADC的关系 这是不是每一个符号都代表多了一块盘呢 多了一块磁盘 HDA1,HDA2,HDA3 或者HDB1,HDB2,HDB3的关系 其实就是代表不同的分区 对不对 就代表不同的分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 DV下面 我们来显示一下跟HD SD有关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SDA SDA1,HDA5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就代表我们第一块硬盘 这个是代表的几个分区 对吧 还有SDB 那么就没有SDB123 或者125 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什么呢 它还没有分区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用FDisk对它进行一个分区 FDisk SDB 注意是在DV下面的SDB OK 那么就这里就弹出一些提示 我们要会去读取这样一些信息 会有些警告 但是不用去管它 会有些警告 然后打M来获取一个帮助 分区的一个帮助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 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 包括一些 做一些引导标识 编辑词判卷 删除主分区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优先去建立我们的主分区 那么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 这还有建立一个空的DOS分区表 OK 在这添加一个新的主分区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打N 那么这里他就会问我们 说你是要建立我们的主分区表呢 还是扩展分区表 我刚刚有点说错了 是建立一个四半分区 那么我们当然是建立一个主分区表 按P回车 然后他会问你要建几个主分区呢 我们只建一个 然后他会问辞助 这个辞助的开头在哪里呢 从1到130 这个是根据你的大小来的 我们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不同的设备 他的我们约定的这个辞助啊 扇区的 他的存储单元大小是有限定的啊 是有一个规格的 好 那么我们这里默认的就是1 也就是从头开始 对不对 如果你从10开始 是不是就跳过了前面的几个辞助 那几个辞助是不是就荒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默认按1 或者你什么都办了 直接回车 就默认值 下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辞助的一个大小 辞助的大小 也是1到130 就是130当中 就是所有的总空间大小 我们也是回车 全部利用上 好 现在我们就给他分区 分好了 分了一个主分区 那么继续看帮助 还记得我们在DOS下面 用Fdisk来进行分区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先分区好 分区好了过后 是不是要 还要有一个执行操作 他才生效啊 否则他是不生效的 对不对 要写到那个分区表里面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写入到我们的分区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有个W操作啊 W操作 我们把这个分区表写进去 看一下W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好 执行成功 执行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再执行一下Fdisk 杠L Fdisk 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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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就下面这块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SDB1了 就多了一个SDB1 而且他的大小是差不多一个G 这个样子啊 差不多一个G 所以大家就知道 当然你在这下面 你自己也可以再给他设定一个交换分区 是不是都很都很容易 对吧 好 现在我们把分区给分好了 但是他能用吗 是不是不能用啊 因为就像我们在DOS 我们再类比一下 我们在DOS下面 是不是分完区过后 我们要格式化 用format来进行一个格式化 对不对 OK 我们在这里面也要进行个格式化 在Linux里面 我们的格式化不称为格式化 叫建立文件系统 叫mkfilesystem 叫建立我们的一个文件系统 你看这个 也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字面意思 把它拆解开来 我们就方便去记忆这些命令啊 好 我们来建立一个文件系统 那怎么用 我怕不会用 对不对 mkfilesystem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用呢 找一下 OK 这里有一个参数 叫sstype 就是文件系统的类型 也就是说 你在格式化的时候 指定它的文件系统类型 就可以把它格式化了 那么同时呢 它还提供了一些很其他的一些操作 这些操作就是什么 直接指定你要格式化哪一种 文件系统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常用的 他推荐我们用的一些文件系统类型 这个文档写的没有很详细啊 就是我们目前常用的 常用的话 它在这里只是给我们列出了说 当前用什么ext2 事实上我们现在都用ext3了 对不对 而且在最新的12.04里面 直接就有ext4啊 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我们待会肯定是用ext3来格了 但它在这里没有很详细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mount 最后面我们会用到一个名 mount有详细的 我们支持的文件系统类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淡青色列出来的 都是我们常用的 zlinux下面支持的一些文件系统类型 包括我们来看一下 有ext3、ext2、ext4 有VFAT 对吧 就是兼我们FAT USBFS等等等等 好 这样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一个格式化的这个过程 格式化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我们是格式化的是谁啊 有的朋友他会这样子来写 格式化首先肯定是要有管理员的权限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makefiles 加上一个类型 文件系统的类型 这个T可能就type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要给他格称ext3 格1DV设备下面的sdb 有的朋友他就这样子来写了 他觉得这个对不对 很显然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格式化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sdb是什么 sdb是磁盘嘛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硬盘啊 那我们格式化的时候会直接去格式化一个硬盘吗 当然不会了 你又不是第一格对不对 所以我们格式化的时候 格式化的是谁呀 是分区啊 所以我们这里得用sdb 得用sdb来格式化他 好 我们来试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整个过程该写的内容全部都写好了 而且linux格化速度也非常快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儿八经的来用这块磁盘了 那么怎么来用呢 他作为一块磁盘他还没有挂在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比方我们现在在这个下面 我们能看到sdb sdb1 但你说我能不能用正常的方式进去呢 很遗憾 你进不去 因为他不是一个目录 这是一个什么 黄色代表是不是一个block 我们说了 我们之前讲过在我们的linux下面的七种文件类型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快设备文件对不对 这儿是以b开头的 就是block 就是我们的快设备文件 那他不是一个文件家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访问他的话 我们就得干嘛呢 我们就得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访问的文件家的形式 映射映射到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称为挂载 这个挂载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大家都用过demo 这样的一些 这些虚拟光区的一些进向工具 对不对 那些进向工具是不是就把一些img的文件给他挂载到我们的 挂载到我们的windows下面的某一个虚拟的光区上面 对不对 我们用demo的时候 那么同理在linux上面这块就有点类似 只不过他挂的是什么呢 是把各个硬件设备 各个这种磁盘操作的这些硬件设备 或者说输出的这些设备挂载到 挂载到我们的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下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mount命令 那么mount命令的话 我们主要的话也是用两个 一个叫mount 一个叫mount钢T 这个钢T就很容易去理解它了 就是挂载的文件的文件系统 那么mount这个命令 它本身是打出当前我们已经挂载了的设备 就大家不要晕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就第一块硬盘嘛 第一块硬盘的挂载挂载层的ext4这样一个设备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叫hgfs 就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我们vmwild的一个文件系统啊 待会可以给大家讲的 好 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了 对吧 好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那块硬盘挂过来 那如何挂呢 我们也是来看帮助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mount这个帮助的方式就是mount加一些参数 然后再加设备设备地址和加你要挂的目录 就是文件加地址 这里-t 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t vfs type 再加一个-o option 我们来看一下-t啊 比较典型的一个示例在这里 mount-t type device和dir 那么这个理解就是什么呢 mount加上-t这个参数 再加上这个文件系统的类型 再加上设备地址 再加上你要挂载的地址 好 我们来试一下 mount-t 我们挂载成ext3的这样一种文件格式 从哪挂过来呢 从我们dv下面的sdb1 挂到我们的 mnt下面的usb 我们说了我们挂载的一些设备啊 挂载印象一般都会放在根目录下面的mnt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放在根目录下面 或你自己随便建设文件夹都是可以的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sdb吧 就表示我们是第二颗硬盘 这个肯定是要 我们来 看一下是否要跟权限 要跟权限 好 这个就挂载好了 那我们来进入到mnt下面sdb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访问他了 直接就可以访问到他 那么同样的 那既然如此我们 我们 也可以尝试着去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文件 touch new 好 大家看 我是不是就建了这样一个文件在里面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挂载 非常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么 那么反挂载呢 就是卸载 当我们不用了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卸载掉呢 那么其实也很简单 有一个叫 我们还是用帮助吧 叫 说句实话 这个命令 我认为写 当时设计者设计的不是很好 他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叫 他应该叫 不知道是为了偷懒 还是因为写 写掉了 这样子我们不是更容易去理解吗 直接就是一个单词 对不对 卸载 直接就是一个单词 U mount 他难道是把on给省略掉了 叫U mount 但你知道实际上是un mount的意思 不要 不要多打了一个N 那么他最简单的方式啊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加上这样的一个设备 直接加上这样一个设备 我们来看 看一下 我们现在 推出来 目前的这个sdb 这个文件夹是我们已经挂载了的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把它卸载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直接这样子给它卸载 还是要入的权限 OK 我们就卸载掉了 对不对 很方便 但是我们再给它加载上去呢 我们再加载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了表示我确实是挂载和卸载成功了的 我们来执行一下mount命令 看一下当前所挂载的信息 一般就看最后 大家可以看 这里可以看得到吧 是不是已经挂载上了 而且是读写权限 以ext3的文件系统格式 给它挂载上的 好 我们再来卸载 mount mnt的sdb 好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表 大家看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好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挂载 它并不是每次启动都会生效 那么 而且这些东西 大家会想象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我希望它每次启动都生效 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们如果熟悉windows的 我们就比较清楚 windows是不是有一个注册分区表 注册表 那用注册表的话 我们就会想象到 我们用来存放很多的系统的一些配置信息 对不对 那么这些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配置信息 那么只不过在lending下面 没有注册表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一般在哪里呢 是我们以前讲过 在根部录下面的ETC文件下 文件夹下面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ETC下面有一个fs table 有个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文件 其实就是配置了 配置了我们的各个分区表的一些挂载信息 好 各个各个挂载信息 不是分区表 各个磁牌啊 或者设备的这样一些挂载信息 比方设备零啊 软区的这样一个挂载 那么如果大家想 想去永久性的让它生效 你就可以用VI编辑器 打开它参照这些格式去编辑 在这里我先不做过多的讲解 我们以后还会 讲解到很多系统的配置 系统服务这一块啊 倒是在详细的说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下载自己来加入到这个里面 好 这样我们挂载硬盘就成功了 那么下面我还要挂载什么呢 我挂载U盘 然后我们刚刚准备好的U盘 给它拿出来 我现在插入 插入我们的USB口 好 插上了 大家有的时候 可能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是 就是虚拟机和Windows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Windows发现了这个U盘 但虚拟机上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可能就是你的USB存储设备 在这里没有进行连接 那我这里的话 我把它连接一下 就可以了 连接一下USB设备 大家就会看到 Windows上面就没有了 Windows上面就没有了 他们是独占的 好 同样我们为了表示 想知道它是否连接上了 我们现在调用一个命令 调用什么命令 Fdisk-L 再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词番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重点是这儿是不是又多了一个SDC1 SDC SDC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且它的文件系统是什么 NTFS 是不是Windows下面的一个NTFS 好 所以这个就 也就是说在我们设备里面就有了SDC 那我们想象一下 DV下面肯定就多了两个文件 一个叫SDC 一个叫SDC1 对不对 我们显示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SD SDC和SDC1 这个就是我们的U盘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的U盘其实也是以Scanse设备的方式被识别出来的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要访问他 有的人说 哎呀 桑典我们要用Fdisk给它分区 再给它格式化吗 当然不用了 我们的U盘是已经分好区和格式化的 好 下面我们要做了什么 只是挂载它就可以了 Mount谁呢 Mount还是一个类型 叫NTFS 大家注意哈 这里头有些文件系统 我们是没有的 但有些我们是有的 哪些没有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可以去查找 或者说你把这个文件系统打上 他会提示说这个文件系统没有的话 那就表示没有啊 DV下面的A SDC1 给他挂到我们的Mount下面的USB 这个文件夹下面 同样的用系统账号 他这里检查说上次没有正常安全的退出 现在正在修复这些bug 好 现在是否挂载成功了呢 我们看一下Moun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是提示挂载成功了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是否如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USB里面的文件内容 这个USB盘里面的文件内容 那么我们想看一下 他有多大呢 这个盘 目前使用的只有8.5K而已 当年使用的只有8.5K 如果你想看整个磁盘有多大 那这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Disk Free嘛 就直接把它给显示出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磁盘是8G左右 对不对 整个磁盘是8G 整个磁盘在这 8G左右 用了6.几K 现在还剩这么多 好 这就是我们USB下面的一些操作 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去建立其他的一些文件了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比方说A.C